你不想好了 这是世子的救命恩人 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些人中 绝多都是此人解决的 王允在其耳畔 小声地说着 同时对着古兰 堆起了笑脸 您请 古兰点头 不管两人之间的小动作 只要不阻他发财就好 辛苦解决了这么多人 总是要收点利息的 死去的人都已经发挥过 他们的余热了 古兰都已经搜索一遍 剩下这些是 还剩口气的人 别说 这些人还真挺有钱的啊 银票贷的都不少 与银票而言 散碎银子 可以忽略不计 古兰 李大搂着怀里的 一堆钱贷 无措地看着古兰 他们这次又没做什么 有种受之有亏的感觉 不要妄自菲薄啊 你们出的力也不少 帮我保护了儿子 我才无后顾之忧 是应得的 分了吧 宇碧 古兰跳上了马车 着急去安抚马车中的儿子 把下方的这一大摊子 完全丢下了 锦公子 村长 你这是干什么 老汉哪 是来感谢公子的 此次山匪来袭 多亏公子的护卫呀 村长 你这是做什么 什么公子不公子的 换我锦小子 就挺好 不敢不敢 似看出了李村长心中的不安 向云锦也不再坚持 本就不是多手 只是念在那一点点的维护之意 李村长是个明白人 怕就是不想磨灭这一点点的情分 才会如此端正自己的态度 心中有了计较 向云锦微微汗手 算是回应了 李村长连忙回礼 忘了眼面无表情 不再收敛气势的高大男子 李村长不敢多呆 后退离开 爹 其实我不怕 我都看到了 爹真的好厉害 我长大之后 要成为像爹一样厉害的人 爹知道 但爹就想抱着安安 有安安在 爹的心里就踏实 爹支持你的想法 成为一个厉害的人 确实不错 有了自保能力 就不会轻易受别人欺负 是不是 嗯 好孩子 大鸭二鸭 怕吗 这么多的叔叔伯伯 还有主子在 大鸭不怕 大鸭知道主子很厉害 大鸭真厉害 二鸭也棒 他对两个小姑娘 是越来越满意了 也很高兴 他们的转变 就他的性格而言 还是比较欣赏 坚强 胆大 有毅力的人 奥